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在讲朝语之前 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我们回顾一下 画迹在中国诞生的情况 这个画迹它是一个拨来品 是从外国过来的 那么现在进入中国 已经有102年了 在画迹进入中国之前 中国是没有画迹的 它只有戏曲 像经济 坤济 乐济等等 琴腔之类 中国的戏曲都有个特点 叫歌舞合一 主要是唱腔为主 那么到清朝末年 有个一次经济改良 比如说望孝农 它改编所谓的新剂 就是唱新声 变张式 就是把服装变一变 但演的内容都是抨击时事的 当时也很可笑 有些穿着西装 含着拿着马便 装着骑马的样子 当时改宗诸念白 作为金白 那个经济里面 整个还是没有变 国舞身段 还是一个戏曲 那么后来上海又出现了一些 这个所谓的新剂 主要是一些教会的学校 这个来演这个画 有点类似于画剂 但是呢 也不完全是 它不太讲那个唱功 做工 但主要是外语来演出 用英语 就接近画剂的形态 但它是用英语演出的 所以画剂 中国的画剂真正诞生 是1907年年初 它呢不是诞生在中国 是诞生在哪呢 诞生在日本 1907年初 当时中国在日本的一些留学生 包括我们都很熟悉的 像李淑彤 还有呢 像曾孝谷 欧阳一倩 欧阳一倩后来是 也是很有名的一个 画剂 这个戏曲的一个大师了 他们呢 这些学生就组织了一个社团 叫春柳社 在日本呢 就演出了一个茶花泥 和黑奴于天露 黑奴于天露呢 是根据美国的斯多夫人 汤姆叔叔的小巫 改编的一个戏剧 画剂 这个演出啊 就当时完全脱离了 中国传统的那个戏曲了 就是说不用歌舞 也没有锣鼓 主要就是对画 这就是画剂的形式了 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那么受这个春柳社的影响 那么童年呢 上海也就开始 有人用画剂的形式 来表演 来改编 一些剧目 当时叫新剂 当时上海叫新剂 也叫文明戏啊 就是觉得它是外来的 很新鲜的 文明戏 到了新剂革命前后啊 为了配合当时的革命宣传 在东南沿海一带呢 是很多文明戏的演出的 是吧 已经有的呢 是创作了一些多末剂啊 它内容呢 主要是繁满啊 提倡革命啊 观众都觉得很新鲜 就达到了当时一个前盛的时代 就是这个文明戏 这个文明戏很有意思啊 它有时候它没有剂本的 它是采取一个墨表制 什么叫墨表制呢 就是上场 之前呢都没有剂本啊 就即兴表演 就大致有一个框架啊 上戏以后演员呢 即兴的表演 而且它的人物呢 都是类型化的 好人坏人敌人 是吧 那么观众到剧场呢 主要不是看戏 我看啊 它主要是新鲜 主要是听那些议论 因为里边很多内容呢 都是繁满的 提倡革命的 也有稍微好一点的 是吧 也有 比如说当时也有一个叫 家庭恩仇记 是路静若编的 写一个晚清的军阀 这个叫王伯良 怎么到了上海 逃到上海 加持了一批钱 到上海以后 纳了一个小妾 原来是一个巨女 有名的巨女 叫小陶峰 后来小陶峰呢 跟人家失通了 被这个王军阀 军阀王伯良啊 发现了 发现以后呢 就是慎怒之下呢 就欺阻 这个 欺阻了自己的儿子 就是这个小陶峰啊 是跟他 这个王 这个军阀 这个 这个 王伯良的儿子 失通啊 这个结果呢 就是 欺阻了儿子 这个儿媳妇也疯了 后来得知真相以后呢 这个搞错了 跟人家诬陷了 造谣啊 废狠一晚 所以就输引小陶峰 想自杀为谁 就投身军礼了 所以这个小 这个基本上 就是一个传奇故事啊 这文学性 有一定的增加啊 那么 新海革命失败以后啊 文明戏就转为 职业化的商业演出 以家庭系为主 这话际的形态啊 就逐步固定了 但后来因为 过分的追求票房价值 就变得庸俗化 又曾经一度衰落啊 这是文明戏 再往后呢 就到了五四了 五四是文学革命啊 当时的先妻者 朱作人 钱贤同 他们都是工绩 那个救绩 就工那个经济啊 认为工绩 因为认为这个经济 是落后的 野蛮的 是封建独树的 是吧 提出要另起图照 建立一个西洋式的新纪啊 就是化纪 是五四以后 才正式开始的 那么星期年就带图啊 翻译了很多 当时的欧美的化纪的剧本 统计了一下啊 1917年到20年 就翻译了170部 相当数量的 包括莎士比亚 伊布森 王尔德 莫里埃 肖伯纳等等 都有 其中一铺生的社费问题剧 北欧的 影响最大 是吧 接着带来了一个新的戏剧观 或戏剧的形式技巧 当时那个北大 很专门开设过 西洋戏剧课 和中国戏剧课 这个过程 那么1919年呢 有个北大学生 叫张厚仔 他是反话剧 是吧 要保留经济 这个当时呢 新闻学的先期者 还不容家说话 群起而公知 这个后来呢 因为这个 这个学生叫张厚仔啊 他也给那个当时的当局 他这个有点通风报信的意思啊 主要是呢 他给蔡延培 攻击蔡延培 另外呢 就是这个在上海的报纸上呢 发表一些文章来攻击北大 那么就给这个蔡延培 和校评议会给开除了 还发生过这样一个事 跟我们戏剧史也有点关系啊 这个 所以呢 当时啊 这个话剧啊 是在五四时期大力提倡 但毕竟呢 是有这样的情况 他是小众化的 就是一般的民众 一般的观众不太欣赏 他们欣赏的还是经济 尽管呢 你说他有 这个内容有糟粕 但他是民族文化的 一种元序 一个纯淀 一个贵宝 大众 大众是喜欢的 是不能够废除的 所以当时五四 废除旧纪啊 是确实做得过分了 所以这是两种艺术形式 画剧是画剧 经济是经济 细体是细体 是吧 不能代替 那么 现在过去都一百多年了 是吧 这个画剧啊 本身还是小众化的 不是大众化的 甚至它的签子是越来越小了 但是也有 其他的 辐射到其他的形式 比如说 电视 这个电影 它其实也跟画剧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回过头来 还是说画剧吧 1920年呢 由陈大悲等人发起 成立了一个 上海民众剂社 这是比较早的 一个画剧团体 同年又成立了一个 叫上海戏剂协社 这个标志着呢 现代画剧啊 在中国进入了一个 有理论啊 也有表演体制 有队伍 这样一个阶段了 当时啊 上海这波人 他们主要是提倡 写实的 适合民众的 这个社会剧 这个表现社会内容的 以此同时呢 针对 这个以前那个文明戏 在清朝末年 那个过分商业化 带来的那种衰落的情况 所以呢 当时呢 就出现了一种 新的戏剂组织形式 就是爱美剂 爱美剂呢 它是一个翻译 就是夜以戏剂的意思 这是一个比较崇尚 艺术的一个 非职业的一个戏剂 是吧 所以当时呢 是很多学校 大学 甚至中学 特别像南开 南开中学 南开大学 他们都纷纷成立了 演出剂社 就演这个爱美剂 不久呢 小剂场演出 又成为风尚 就是小剂场 导演制 开始代替明星制 所以以前就没有剂本 上去就演 主要是靠这个演员 你要有名 你要有技巧 你就速欢迎 后来就出现出现了 有剂本 有导演 就导演制 那么画剂呢 是从剂本创作 导演设计 演员表演 到那个年代到 舞台 美术 都有个系统的考虑 这时候 画剂呢 才走向了正轨 那么五四时期 出现了一些 中国最早的画剂创作 春柳社时期 刚才说了 主要还是翻译的 是吧 春柳社时期 还是翻译的 但后来也出现了一些 次以创作的 一些画剂 像冯森 是吧 这个创作了 赵炎王 也影响比较大的 像郭沐若 田汉 也写过很多画剂 郭沐若就写过 作文君 田汉呢 写过 霍府之夜 等等 浪漫主义色彩的 一个作品 这些作品呢 你们可以看看 这个教材里面 都有一定的介绍 这里简单说一说 为了了解 以前的情况 总的来说 在五四时期 尽管出了一些喜剂 创作名声很大的 这个作家 像丁锡林 也有一些 这个抒情剂 抒情的画剂 一些作家 像田汉 冯森 但整个书货不大 整个书货不大 模仿西方的痕迹比较重 观众也比较少 离开这个学校 这个离开小知识分子 在社会上呢 就没有什么观众了 所以画剂呢 是一个圈子的一种艺术 那么 这个现在 这个画剂好像 也是越来圈子越小 这也是值得我们 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说 到了第二个十年 就是三十年代吧 情况就有了变化 首先出现了很多 左翼的革命戏剧 当时 但是这些戏剧 这些画剧 这个口号化 概念化 文学的成就不高 那么这又到了 三十年代中期 才迎来了 画剧成熟的季节 为什么这时候说成熟了呢 因为出现了朝义 出现了雷义 日出 后来呢 到了四十年代 又出现了北京人 这样的画剧 所以朝义的出现 在画剧史上呢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事件 它代表了中国画剧 走向成熟了 而且好像是突然成熟的 后来很多人都要学朝义 跟朝义的路子走 但是达不到朝义的 这个水平 刚才呢 我们就回顾了 中国画剧的发生 发展的过程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 来看 朝义为何达到了一个 画剧创作的高峰 是吧 这是我们这次讲的重点 特别是雷义 我想我们把讲 讲这个括的方式 变通一下 我们采取一个 比较讨论的方式 因为大家对雷义呢 都比较熟悉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 过多的去讲 它那种知识 是吧 我们来讨论一下 第一个问题 雷义的产生 极其评论 雷义的产生 极其评论 1933年夏天 当时那个曹义呢 还是清发大学 西洋文学系的 三年级的学生 他利用一个暑假呢 一个人在 很热很热的 那个图书馆 一气哈城 就写了这个 雷义这个剧本 过了一年左右 他把剧本呢 寄到了一个宽物 叫文学季宽 很快就发表了 那么曹义的写作呢 是非常带有感情的 是吧 他碰到一个 更带有感情的 波洛 是谁呢 就是巴金 巴金呢 他当时并不知道 曹义是何喜人也 是吧 但非常赏识 他的作品 这个不问是谁写的 就给他发表了 可是发表以后 一年左右 没有任何反响 到1935年 年底 有一个日本人 叫竹内浩 看了这个剧本 就送给了 当时在日本的 一个留学的 一个学生 叫做杜轩 后来这个人曾经 也是个革命家 当过广东省 这个省委副书记 还是宣传部长 杜轩呢 当时在日本留学嘛 他看了这个 这个日本人 推荐给他的雷义 很感动 他就组织了 学生的演出 是在东京 好像中国的话界 老是在跟东京 都有关系 是吧 不料呢 这个演出大获成功 郭沫若呢 当时很有名气了 他都写文章 来称赞 说是利着 就有力量的作品 为什么是利着呢 理由非常别致 这个郭沫若认为 雷义里边 有精神分析术 弗洛伊德的东西 日本也有一个作家 非常有名的作家 叫秋田雨雀 他也写文章 称赞这个雷义 这样就把这个雷义 一下子就给 捧起来了 就变成出口转内销了 是吧 1935年天津 就开始演这个雷义 反响非常好 特别是专业的反响很好 什么叫专业 批评家 反响很好 当时有名的批评家 我们多次说到他 刘希薇 就是李建吴 他也写基本的 是吧 以及资深的戏剧家 像冯申 欧阳一倩等等 都来推荐这个戏 这个剧本 甚至要亲自参加这个导演 那么当时有个有名的 这个演出团体 叫中国旅行剧团 是专门演画剧的 他这个有那么一两年时间呢 自演一个画剧 就是雷义 到处全国转着演 所以到三六年 二三六年呢 才两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接近演了有六百场 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现在一个画剧能演 六十场就不得了了 可见雷义的出现 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一个事情 这里呢 也有他的演音 因为以前的画剧演出 都是外国的基本 那么雷义呢 是中国人是以 中国的作家 研创的剧本 而且这个水平 艺术水平就这么高 而且又这么能够吸引观众 你们想想看雷义 一炮打响的时候 这个潮义才多大 才二十多岁 是吧 了不起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潮义写完雷义以后 就外面都捧他 很红 但次义不就觉得 这个不满意 并没有兴起药热狂 反而是在一片的称赞声中 这个潮义 他觉得很寂寞 他看了几次演出以后 觉得没有多少意思 他说 只看到几个人跳来跳起 中间缺少一种生命 他对演出是不满意的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要分析 这就是大家风度 这个艺术家的风度 那么雷义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这个潮义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画迹的积极分子 他是有过画迹演出的实践经验的 而中国画迹的摇篮呢 在哪里 南开中学 这个朱总理 我们进来的朱总理 当然也是南开中学的 他也是画迹活动的积极分子 潮义不但是剧作家 他还是一个画迹演出的实践家 他懂得演出 他也参加演出 前面说到 他感到寂寞 看到别人演出 寂寞不满意 恐怕和他有一定的演出经验 也有关系 他说每次公演雷乙 或者提到雷乙 他就感到局处不安 不自在 就可见这个作家曹义 他的期望 跟实际的演出效果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另外还有一个演织 当时的集团演出的时候 都是经常删雷乙他的作品 比如说把戏末给删了 就是基本里面 也有个戏末 基本里面还有些情节 好像是有点乱伦 大概演出的人 不太理解这种含义 也给他删掉很多 当然这个为什么要删呢 跟社会接受水平 也是有关系的 当时三十年代 国民党也在搞一个整顿社会风气 提倡新生活运动 要求讲道德 讲文明 所以演出有时太过了 它也是个禁忌 所以雷乙被三节演出 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反而是很少看到 按照雷乙的 原来的基本的样子来演出的 这就是雷乙的演出史 这就是雷乙的演出